將未來科幻與魔法奇幻兩種要素巧妙結合 創造出獨特的 Science Fantasy 世界觀 日式 RPG 夢幻之星系列 推出至今擁有超過 20 年歷史 每款作品都是讓老玩家津津樂道的經典喔 現在這個老字號招牌下 又將有一顆星星要誕生囉 由製作女神戰績 《銀河遊俠》等系列的TRI-S 和本家SEGA所共同開發的全新作品 夢幻之星 NOVA 已經正式在 PS Vita 上推出囉 不僅保留網路版中豐富的動作玩法 更加上了精彩的劇情與最受玩家們 歡迎的共鬥要素喔 新作 NOVA 的劇情 承接了 2012 年所推出的線上遊戲 夢幻之星網路版 2 的世界觀 敘述在一次的任務中 身為特遣隊成員的主角們 所搭乘的偵察艦遭到不明勢力的襲擊 不幸墜落於神秘行星馬奇亞上 緊急迫降的船艦 不但失去了一切的動力 船員們更絕望的發現 這裡是個滿布著胸爆的超重量級怪獸 激剛提絲的星球 該怎麼對抗巨獸的威脅 一邊想辦法逃生呢 在馬奇亞行星上 一場以夥伴之間約定為主題的悲裝冒險 就要展開囉 感受同伴之間的羈絆 在困境中共鬥求生 就是這次 NOVA 的主軸 在遊戲當中 玩家將以墜落的戰艦當作據點 透過打敗敵人收集各種資源 與完成和同伴之間的約定任務等方式 從無到有 一步步建立其冒險所需的各項設施 就連武器也不像過去的系列一樣 直接由敵人掉落 而是同樣得要由玩家自行收集素材來打造喔 NOVA承襲了網路版2強大的角色自訂功能 遊戲一開始 玩家就可以從機人 新人類與人類三個種族中 自有選擇性別 角色外觀 從頭到尾自訂角色 在平時也能夠透過據點裡的美容院設施 隨時變更角色的飾品和衣著 而在職業方面 玩家除了可以玩到熟悉的獵人 遊俠和術士等職業之外 還有一個專門對付機鋼提斯巨獸的新職業 破壞者 破壞者不但可以使用其他三種職業的所有武器 還能夠裝備上遊戲當中威力最強大的大型武器 破甲裝 這一次NOVA中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對抗各種凶猛的機鋼提斯巨獸 破壞者的破甲裝 不僅能夠有效的給予機鋼提斯打擊 其實還有著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機能 只要玩家在巨獸的各個弱點上都打上破甲裝 當巨獸呈現冰死狀態時 玩家們就能夠發動爆破指令一局捕獲巨獸喔 不只如此 被捕獲的巨獸 將會被送到巨點內的設施巨獸捕獲鎖 往後玩家就可以在戰鬥當中隨時召喚巨獸 施展強力的攻擊一舉消滅敵人喔 靠人心弦的劇情 超魄力的戰鬥 再加上連線共鬥要素 老字號系列的耀眼星座 夢幻之星NOVA 喜歡JRPG的玩家們 可千萬不要錯過囉